沉醉了工作一段時間 忙碌過後,閘眼又到週末 是時候要出去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休息一下 那在泰國生活,星期六日我們會去哪裡呢? 兩位老闆已經在車上等著 作為司機的我,當然不敢怠慢 今天我們難得悉心打扮 就是打算去一間叫做Toscana高級酒店 吃五星級大餐 但誰不知去到門口的時候 石Q竟然說這裡是高檔場所 是需要預約才可以進去的 嘩,什麼這麼囂張的嗎? Toscana酒店大餐究竟有多高檔?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去吧 吃不到五星級的大餐,唯有去喝一杯 五星級的咖啡 我們直接去了一個咖啡園喝咖啡 這裏的好處之一就是有很多咖啡樹可以給我太太慢慢研究和品嘗 這裏的咖啡確實是非常之優質的 但我個人認為咖啡一定要配美景的 這個咖啡園景我就不太懂得欣賞 而且這裏只有蛋糕吃,沒有飯吃 餓著喝咖啡就不太好 最後簡簡單單去了附近的Food Court 吃個飯就算了 第2天,我們就出來周圍去吧 務求要找到一間有美景的咖啡店 嘩,這些才是美景來的嘛 360度如絲如畫的山景 真是非常之美 但不知道是不是這間咖啡店 將預算放在草原美景上面 反而沒有空間位置 讓人坐 所以我們就在樹下乘涼 草原這麼大都真是不錯 可以讓春天做運動放電 我發覺在泰國外省生活 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 駕駛車好像突然去火星一樣 難怪這麼多泰國人都會選擇駕駛 駛駛駛駛 除了晚上喝酒 有得轉場之外 日頭去喝咖啡一樣是可以轉場的 最後終於讓我們找到一間 性價比極高的咖啡店 可以欣賞何景之餘 喜歡的還可以一邊喝咖啡 一邊玩水 最緊要,這裡有泰式炒飯吃 好嗎? 和泰妹約會 一定要選一些像這樣的咖啡店 環境優美 不錯,而且價錢不貴 當然不可以只是來享受 初初認識都很大機會 要像這位男士一樣 要做一個這麼專業的攝影師 幾Pro,這麼大隻腳架帶來 當然像我們這樣一家大小 來這裡都非常合適 春天對這間咖啡店都表示滿意 泰國人有一句說話叫做 Bien Venia Gaga 中文即是說住門口環境 好啊這裡有整個千間咖啡店 或者旅遊景點 日後可以慢慢探索 但是對於我一個責男來說 Bien Venia Gaga 真的不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自己住的環境 已經是相當優美 不過作為司機的我 兩位老闆說要去邊就去邊 我是阿奇 大家記得讚好和訂閱旗載泰國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 Sawarikubtukrum Sawarikubtukrum